2024年3月20日,泰国影坛的巨星温奈归毕达因疾病去世,享年54岁。 他的事实被视为典型的因果报应,及前世的行为在今生得到了应有的结果。 尽管在国内他的名字可能并不为人所熟知,但对于恐怖电影爱好者来说, 鬼妻娜娜这部电影中的男主角的形象定会令人难忘。 温奈的演艺生涯中,他出演了无数部电影,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, 成为泰国家喻户晓的明星,被誉为泰国的张国荣。 他那英俊而又成熟的外表,在2019年被诊断出一种罕见的皮肤病后,遭受了极大的折磨。 病魔让他日渐消瘦,身体肿胀,面容扭曲,疼痛使他只能依靠轮椅出行。 在事业巅峰时期,他不得不暂停所有工作,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四处寻医问药,但所有专家对他的病情都无能为力。 最终,他们求助于通灵师,却被告知这是前世因果的结果。 事情的起因是,温奈在2016年参与了一档在泰国颇受欢迎的通灵真人秀。 节目设有一位主持人,一位灵媒和31位嘉宾,其中包括一位人气明星。 明星嘉宾作为挑战者,需要完成一个任务,在灵媒随机挑选的嘉宾命运预测中,找出被指定的那个人。 在那年十月的一期节目中,灵媒预言了两位嘉宾的命运,一位将终生求爱不得,另一位则是反与人交往,必带来厄运。 作为挑战者的温奈,两次都未能成功猜出正确的人选。 节目的高潮在于,灵媒宣称有人犯了言语之过,并要求温奈揭示此人。 温奈经过一番挣扎,最终未能做出决定。 这时,灵媒揭晓,那个人其实就是温奈自己。 面对这一指控,温奈显得略感尴尬。 灵媒进一步解释说,温奈是个情感丰富,记仇的人,这给她带来了不小的压力,并警告她未来需谨言慎行。 主持人随即询问温奈对此的看法,温奈坦诚灵媒所言非虚,她承认自己直言不讳,一旦被激怒,便会毫不留情地反击,甚至不惜让对方尝到苦果。 这里我们简单了解一下造口业是什么意思。 在佛教教义中,人的言行不端被视为造成口业的四种行为,妄言、旗语、恶口和两舌。 这些行为分别代表着撒谎、甜言蜜语、粗俗辱骂和挑拨是非。 在一个通灵节目中,主持人询问温奈是否曾伤害过小动物。 温奈回忆说,她成长于一个贫穷的渔村,自幼便开始狩猎以维持家人的生计。 她捕猎的对象包括天空中的鸟、地面上的兽和水中的鱼,甚至因为害怕蛇而将它们射杀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温奈开始沉迷于狩猎的过程,杀戮的数量远超过家庭的需求。 温奈坦诚,她不仅造成了口液,还有杀液。 她回忆起小时候曾到访一座偏僻的寺庙,那里的一位高僧告诉她,因为杀戮众多小动物,她未来将遭受疾病的折磨。 这个预言最终成真,温奈经常感到全身剧痛,有时候疼痛到无法入睡或行走。 通灵师透露,她之所以提问关于小动物的问题,是因为她看到许多动物的灵体围绕在温奈周围。 面对这些灵体,温奈表达了她的歉意,并希望能得到宽恕,愿意为他们做功德。 节目播出后,许多观众认为这些不过是节目效果,与其他综艺节目一样,都是预先编写好的剧本。 然而,节目播出后不久,温奈的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。 她患上了一种名为泪天泡窗的罕见病,这种病通常只在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中发现,而温奈当时仅五十岁。 起初,她只是感到身体疼痛,后来手掌开始发痒,皮肤溃烂,形成浓包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,她的病情有所好转,但愈合后的伤疤使她的皮肤如同患有白电风。 三年后,温奈再次参加通灵节目,通灵师却告诉她,她的病情无法完全治愈,将会反复发作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温奈的病情恶化,身体浮肿到无法自行进食,只能依靠营养液维持生命。 她的TikTok账号上的视频显示,她的伤口持续渗出组织液,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令人担忧。 这个故事让人深思,关于因果报应的真实性,以及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。 在这个故事中,温奈的经历似乎验证了佛教中因果律的存在,提醒我们每一个行为都可能带来深远的影响。 在温奈的亲友团陷入对她疾病的无助之际,一位名叫阿赞派桑的泰国知名通灵者被推荐给了她。 阿赞,泰与众议为老师,这位通灵者以能够洞察人们前世今生的能力而闻名。 他的诊断总是精准无误,且从不索取报酬,因为他坚信人们在今生所承受的苦难皆源于前世的因果。 美国精神病学家伊恩·史蒂文森在其1997年出版的《轮回与生物学的交汇》一书中也提出, 疾病的成因并非仅限于环境与遗传,轮回亦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。 温奈的妻子和朋友们在她失去行动能力后,找到了阿赞派桑。 通灵者透露,温奈的病根不仅仅在于她童年时期的残忍行为,更多的是来自她前世的恶业。 在过去的某个世界里,温奈曾是一位在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富有商人。 她曾因缘际会来到泰国,与当时的国王建立了商业联系,并逐渐赢得了国王的信任,被授予了管理职位。 在那段时期,温奈做了许多善行,修复了多座当地寺庙,积累了大量的功德。 然而,随着权力的增长,她开始滥用职权,采取残忍手段伤害了许多人,这反映了她内心的暴力,如同她童年时伤害小动物的行为。 在那些受害者中,有七人对她怀有深深的怨恨,这成为了她疾病的根源。 要想治愈这种病痛,必须获得这七人的宽恕。 令人惊讶的是,阿赞派桑不仅能够揭示这七人前世的身份和职业,甚至还能找出他们今生的姓名和大致住址。 尽管她只提供了他们的名字发音,而未给出具体拼写,这无疑增加了寻找这些前世债主的难度。 其中四人今生成为了和尚,阿赞派桑还提供了他们所在寺庙的信息。 在确定了前进的方向后,温奈踏上了她的救赎之路。 他们很快找到了三位僧侣,但发现他们已经逝世。 但是,温奈只能在他们的一项前进行忏悔,并为寺庙做出贡献。 还有一位僧侣建在,温奈便前往该僧侣的寺庙,亲自请求宽恕。 随后,阿赞派桑大师透露了第五位寨主的所在地,泰国南部的北大年府。 在这个相当于省级行政区的地方,温奈和她的团队通过广泛的人脉关系,经过长时间的搜索。 终于找到了名为哈索布的穆斯林妇女。 不幸的是,她已经去世15年了。 尽管如此,温奈还是亲自前往哈索布曾经居住的村庄。 村民们得知有名人造访,非常兴奋,热情地帮助温奈按照穆斯林的传统完成了忏悔仪式。 在完成对这五位前世债主的忏悔后,温奈的健康状况显著改善,无论是睡眠还是饮食都有了明显的提升,医生甚至减少了她的药物剂量。 温奈表示,这是她四年病她生涯中睡眠最好的一段时间,这也给她那些一直关心和照顾她的家人和朋友带来了希望。 他们接着加快了步伐,回到阿赞派桑那里,询问剩下两位债主的信息。 大师透露了第六位债主的信息,她前世的名字是奈菜,今生则是诺帕顿,居住在曼谷的某处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,他们终于找到了诺帕顿的住所。 邻居们告诉他们,诺帕顿十多年前搬到了四色局府,现在住在那里的是她的姐姐。 通过她,他们联系上了诺帕顿,并约定在四色局府见面。 见面后,诺帕顿震惊地得知自己是温奈要找的前世债主。 她之前在电视上得知温奈的病情,并且非常愿意帮助温奈解除业障,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 考虑到温奈身体状况,诺帕顿决定亲自前往。 当两位前世的冤家今生重逢时,他们都被情感所淹没,泪流满面。 经过一番交流,忏悔仪式正式开始。 也许是被曾经辉煌的明星现状所触动,也许是被温奈真诚的悔意所感动,诺帕顿欣然接受了温奈的忏悔。 令人惊讶的是,仪式结束后,诺帕顿表示,他认为接受温奈的忏悔并帮助他解除业障是一件好事,必将带来好运。 因此,他在为温奈购买见面礼时,随手用温奈家的门牌号码购买了几张彩票,结果赢得了九张彩票,总奖金高达十八万泰铸,约合三万多人民币。 在场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,温奈的赎罪之旅似乎进展顺利。 然而,在最后一位债主那里,他们遇到了巨大的障碍。 根据阿赞派桑的提示,第七位债主的今生名字是塞利哈玛,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。 温奈的家人找到他后,塞利哈玛坚决拒绝,理由有二。 首先,伊斯兰教没有前世今生的概念,他认为温奈的请求是对他前世的救赎,这在他看来毫无意义。 如果塞利哈玛同意,就意味着违背了自己的信仰。 其次,温奈本人也是穆斯林,但他的妻子是佛教徒。 根据古兰经的教导,穆斯林男性可以娶犹太教和基督教女性为妻,因为他们的信仰有共同的起源。 然而,温奈的赎罪之旅是按照佛教仪式进行的,这让塞利哈玛对温奈产生了轻视。 至此,最后一位冤亲债主的忏悔宣告失败,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彻底解除业障,还是心理上承受了打击。 温奈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康复之后,不幸地再次陷入了疾病的困扰。 他和家人求助于阿赞派桑,一位被尊敬的大师,这是他们第一次的相遇。 大师建议他们进行一场祈福仪式,于是他们访便了多家寺庙,最终请来四位声望显赫的高僧为温奈祈祷。 尽管如此,温奈的健康状况仍旧每况愈下,最终在2024年3月20日因为一场严重的感染而逝世,享年54岁。 他的去世似乎标志着一个悲剧性的结局,他未能在生前摆脱那些缠绕着他的业障。 然而,在温奈离世的前夕,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件。 他的小女儿似乎预感到了即将发生的事,在幼儿园提前收拾好了书包,声称是他父亲来接他回家了。 在温奈的葬礼上,小女儿更是表现出了异常的行为,他跑到父亲的棺木下面,哭泣着要求取出棉花,说他父亲感到痛苦。 温奈的妻子后来透露,温奈的灵魂曾经拜访过阿赞派桑,表达了他对于自己命运的无奈接受。 大师安慰他,他的忏悔和所受的苦难已经足够赎清他的业障,他将不会再带着这些负担进入下一世。 许多人好奇,尽管温奈前世造下重业,他这一生怎会成为众人艳羡的巨星。 事实上,温奈前世虽有不少恶行,但他也大力修建寺院,为佛法贡献良多,因此获得了福报。 正因如此,他今是得以享受名利双收的生活。 佛教教导我们,善恶业报是不可相抵的。 一旦犯下错误,即便后来做了许多善事,也无法消除之前的罪过。 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,各自独立,不可混淆。 因此,我们应当在人间多做善事,积累德行。 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,期待与大家在下一期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